綠燈了這部大貨車要右轉 但這一右轉髒了 一部機車被大貨車撞倒 騎車的富人還被壓在車底下 大貨車駕駛也嚇了一跳 匆匆忙忙 趕緊下車 這一看真的好驚險 受傷的富人已經躺在地上 痛到沒有辦法動 超商的電源 經過的路人 通通都來幫忙 救護人員也火速抬上單架 上了救護車 直奔醫院 我感覺是變速箱有問題 是不是變速箱壞掉 因為我變速箱本來就有問題 停到痛 痛 我就停了 車火就發生在苗八線 與苗九線的這個路口 大貨車駕駛說 直到發出巨響 他才知道撞上騎車了 整部機車就卡在車頭底下 破損的零件散了一地 騎士的拖鞋也掉了 摩托車擦很累累 疑似因為視線死角 摩托車慘遭大貨車捲入車頭 幸好騎車的富人只是腳踝骨折 有驚無險 解鵬志明 苗栗報導